那當然我們就去問國安局 喬汐有試問 對就是我們要我們要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女生 他不是國安局人員 但我們也要了解說 他第一個他跟這個謝少教 謝少教他有沒有業務上的往來 因為特勤人員 他經常會跟各個單位 不見得是公務單位 民間單位也會有對口 像當時這個我們趙大哥 也有很多這個選副總統的時候 特勤人員 那像我要邀趙大哥來我的選區 那我們的辦公室的人 就會跟這個特勤委安人員 就會有對口 類似這樣子的非常多 所以呢我在一番探尋之後 就發現說這個少將 他不是第一次有類似這樣的行為 在民國100年的金門的時候 那他們當跟某一個基金會 在聯繫一些重要的人物 拜訪的時候 就會認識很多該單位 比如說基金會裡面的員工 他就有喝酒的習慣 那他酒醉之後 就跟一些女生會 拉拉扯扯拉拉扯扯 那有一些人看不下去 他就自己回飯店休息了 但是確實有人募集過 他在民國100年就有類似這樣的情況 可能沒有到當街強文這麼誇張 這個影片大家可以看 這個女生跟他應該是認識的 但是他重點他過程當中 他是用蠻粗魯的手段去碰他的 抓他的脖子這邊 他有想要反抗過 然後把他脖子抓回來 然後因為我們都給女生打馬賽克 但後面他就是有一個比較尷尬的一個笑容 所以這個在外面當街做這樣的事情 當然是個人行為的威師 但是我們要問的是說呢 那他過去想想看 我去找了之後民國100年 真的有人有看過類似其他目擊的事件 那可能不是第一次了 再來他過去的這個風紀上面就有很大的問題啊 比如說體測那五公里的劍走 他可以跑到走到快走走到四十七分二十三秒 沒有通過的多了兩分鐘 其實兩分鐘很多欸 好那就有人就不曉得為什麼 就故意幫他去改他的體測成績 後來東窗18 所以我認為國安單位在這個時間點 尤其他身份特殊 因為他過去待過這個萬里的辦公室 等於說他是賴清德這邊的人 那因為體測的問題之後 他才離開調到別的單位去 那在這個時候被拍到這樣子 個人行為為師的影片 我覺得對於整個國安單位 包含是整個總統府的形象 都受到很大的重傷 老沈你有什麼 你看到有什麼感覺 這個說的話長 我是看到這個女的手 她擺的地方 他們是認識的 如果是不認識 他用搶的 他的手不是這個擺法 但是這個不能 這手怎麼擺 就是這樣 對一個違背自己意識的男人的動作 他的手如果反抗 或者是不要或拒絕的話 他的手的擺法應該不是那樣 不過這不重要 我覺得他喝酒有關係 因為酒是降低 我們平時就是合理理性的判斷 你喝酒酒能亂性 那個性跟這個性又不一樣了 就是說你的節制的功夫 因為酒下降了 這種是你我每個人都是注定的 就是說你抗拒的力量 越速力量比我小 你永遠比我小 那像這樣的人 像比如說他體側都會偷感激怒 所以這個是掠機斑斑 掠機招章 所以這樣的人還能夠去坐這麼重要的位置 其實是不應該的 所以現在反正軍機不好 也不只他一個啦 喝酒我們上看喝醉 喝醉有幾種不同的表現 每個人睡覺 有人就不講話 說睡覺 我覺得這種最好 對不對 就自己默默的不講話睡覺 有的人講話很大聲 你在那個餐廳裡面 常常看旁邊那桌 怎麼聲音突然大起來 桌上好幾個空酒瓶 那幾個人都喝得有點茫茫的 講話就大聲起來了 大聲 搞得整個餐廳聲很大 另外有些人就有動作 那是最差的 最差的就是動作都跑出來了 那平常的什麼不敢做的事情 現在都敢做了 所以最好不要 就這樣 我再補充一下 還有一種是打老婆 一種是破壞家具 你覺得打老婆好 還是破壞家具好 破壞家具 破壞就比打老婆好 不不你錯了 打老婆老婆的傷會自己好 破壞家具還要重新買 買就買了嘛 你打人把人家打傷的 那很嚴重 老婆也要就醫 就是說基本上 你這個所以打老婆 打家具就跟我講那個 後來就動作 各種不同的動作出來有關 所以最好不要over了 任何事情都有一點節制 不要超過 老常我一輩子沒有喝醉過 真的 一輩子都沒有喝醉過 就是你總是有覺得不行 就不喝了嘛 來 韋翰 這個事情很複雜 但是這個時候跑出來 一點都不意外 因為這謝進華少將 他在接萬里警衛士的時候 還是上校 所以顯然是賴清德對他是屬意的 觀眾朋友很簡單 因為他多一成績900分 全國安特權最高 所以英文不錯 英文非常好 而且呢 他也通過美國黑水公司的訓練 是有國際特勤的 國際保鏢的這個證照 所以呢 重要人是由他來保護 那賴清德2020年 四年前當了副總統之後 副總統有警衛士 總統也有警衛士 副總統警衛士的那個主任 一開始他是上校 馬上就站到少將 卻就升了少將嘛 可是你看他接連出現了 體側成績是篡改 不是說他 我相信他應該是 你看他都可以通過黑水公司的 特勤訓練了 還是國際保鏢 他是不是體能很差 我覺得這要打過很好 第二個 他現在就是私生活 現在開始出現 大家怎麼有這個影片呢 我看了半天 我也看不出端倪 當然這是不雅影片 而且可能對他會有影響 國安局也要懲處他 但這個時候跑出來很簡單 原來竟然當選總統了 接下來 你覺得這個不雅 不雅的事情多了 好 現在就是反正 那個女的跟他是什麼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所以我剛才講說 他們就他們在一起喝酒 吃飯 然後到了晚喝 他喝醉了 就在地上 那女的就來勸他 大概還是說來招呼他了 大概這樣子 那一定是同桌的 那個影片導播現在在放你 你想想看 他是多近的距離在拍 對不對 是多近的距離在拍 所以拍攝的人的身上 還有路徑 所以應該就是認識的人 我猜啦 那第二個就是因為 因為他已經因為這個 篡凱體測離開萬里警衛室了 那因為他賴慶德現在當選啊 520以後會有總統警衛室 編制更多啊 他不一定去當那個少將的副市衛長啊 還有很多其他的裡面的警安組長等等 有很多的位置在那邊 所以我覺得不能夠替他辯白什麼 我根本跟這位這個謝金華 少將完全不認識 或是說國安單位當中 軍人的這些很私密的影片 一般人哪會拍到 那現在把它公佈出來 應該就是希望他不要在未來 賴慶德當總統之後 在總統警衛室當中擔任要職